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我是七掌柜 今天要帶大家到台北市最大的天工廟 松山奉天宫 松山奉天宫主是神尊为玉皇上帝 庙子坐落于台北四寿山中的虎山山路 而且又临近新一区101大楼的繁华商圈很近 庙口牌楼下方也有流水淋湿原意造景 所以在这边有一种闹钟取静 离城又不离城的舒适惬意感 中山奉天宫最早是由仙人尚书玉皇上帝 即列位尊神文字与红灵带 挂于石洞之中让信众参拜 之后随着信众越来越多 而后就筹建竹片屋来供奉神尊 之后刚好恰逢附近由云林包中乡 马明山正安公分零来的五年前岁在附近 而且其香火也日益鼎盛 互双方共同协议合并两宫所供奉之神旨 因而陆续扩建出今日规模的松山奉天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进到松山奉天宫大殿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金碧辉煌的神龛 因祖师神尊玉皇上帝位于二楼 所以在松山奉天宫我们是要先从二楼开始参拜的哦 在二楼主店区的正中间 供奉的就是玉皇上帝 旁边也有太阳新君、太阴新君 在玉皇上帝的前面则是三观大帝 而在两侧分别供奉的是东华大帝 以及希望母娘娘 在二楼正殿的庙门上 我们看到有一尊门神非常的传神 他居然是我们的真武大帝在此 真武大帝手持清新宝剑 脚踩玄武 降妖伏魔、驱邪必杀 一般我们看到的门神 好像都是以神徒和玉蕾居多 有时也会有秦琼与玉慈弓 或是其他的官将、云帅以及护法神尊 但是比较少看到是以熊帝公为门神 这真的算是比较少见的哦 接着我们走到太岁点 里面有供奉斗姆新君 左辅动明新君 右臂影光新君 以及六十太岁新君 在太岁点阵中间 有看到一个石来运转乾坤盾 上面有十二生肖图腾 听说可以在这边找到自己的生肖开始 顺时针目三圈 然后最后将手放到中间的八卦乾坤上 就能运势大好 扭转乾坤 有机会来松赛宝宝宝宝宝的粉丝 不妨也来试试看哦 而在太岁点出来走到底 这里还有供奉我们的月老新君 听说啊 听说啊在这边有时候也会看到有外国人来这里拜拜求姻缘 西掌柜在想是不是因为靠近101的关系 所以松山凤天坤的月老新君是很国际化的 如果想要有异国姻缘的人 一定要来这边拜拜求月老帮你牵红线哦 接着走到另外一侧会看到华佗星君 这里也有平安水可以让信众来求取 再走过来则是光明点 大部分的宫庙是供奉北斗和南斗新君 但是在这里却看得到奉拜五斗新君哦 而两旁则是有五路财神 文昌帝君还有奎星来让信众奉拜 同时也护佑着信众每年点的光明灯 文昌灯还有财神灯哦 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喜欢掌柜拜拜够的影片 想要接收到七掌柜每次带大家到不同庙拜拜的上片通知 也一定要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帮 这样就不会错过咯 拜完二楼的神针之后 接着我们下楼回到一楼 在正中间供奉的就是五年千岁 五年千岁受到玉帝赐命 寻暗人间监察善恶 同时也为百姓消灾除疫守护乡里 值得一提的是 五年千岁并非是只有五位千岁爷 而是由十二位千岁爷所组成的 他们会轮流坐镇主持当年的值班千岁 而这应该就是当初由云林马明山正安宫分离而来的 有机会的话 七掌柜也会再带大家到马明山正安宫去拜拜哦 而在一楼的大殿还看得到有丰拜宝生大帝 中坛元帅双位相公 另外一边则是有九天雷主 而在九天雷主的旁边则是还供奉着雷公 殿母 风伯 风伯还有雨时 原来是因为当初松山奉天宫的很多信众都是以雾农为生 因此需要看天吃饭 祈求风调雨顺才能鼓舞丰收 养家火口 因此除了丰拜我们的提工作之外 也同时奉事九天雷主 雷公 殿母 风伯 还有雨时 而如果再加上二楼的太阳新军 太阴新军 以及刚刚的双位相公 这里是不是就是全台湾凤拜拥有最多关于影响天气的气象专家神明 几乎可以组织成一个气象局团队了 我们接着来到一楼的侧边神殿 也还有供奉天上圣母 观音佛祖 明乐佛祖 以及祝生娘娘 我们接着来到一楼的太阳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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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另外一侧神殿的前面 我们有看到马爷将军 同时也有奉拜官圣帝君 服佑帝君 世命帝君 以及福德正神哦 刚刚带大家这样一路看过来 就算七掌柜不特别提 大家是不是已经被松山奉天宫的金光闪闪 对七千条给闪爆了 其实七掌柜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也真的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如果大家再细看松山奉天宫的建筑结构 石雕木雕 壁雕彩绘 就可以发现到到处充满各种享受 点呼寓意图腾 而且作风精细华丽 上次前方看到的试点金柱 上面也有书法名家索提诗词 听说柱体由地面算起到屋檐 共有72尺 大概是24公尺 柱体上也有千年块木包覆 加上金标细琢装点 也难怪有人称这里是妙宇界中的云山饭店 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 而正在一楼中央往上望去的早景 还有一座龙柱信中捐赠金牌 约重400多两黄金 打造而成的黄金八卦高侃余上 更是贵气逼人 同时七掌柜也发现到 一个在别街庙比较少看到的特色 就是在庙的门口上方 有用块木雕刻 100只各种不同姿势的仙鹤在上面 寓意百鹤成香 严寿献锐 而且听说在这里面 海藏有5只金山脚蚕出 能够天赋天贵 七掌柜目前有找到3只哦 如果有粉丝到这边 也不妨来找找看 有找到5只在哪里 也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看完庙内 七掌柜也带大家到外面来瞧瞧 松山风定宫 应位于台北四寿山 库在其妙岩有胶脂桃茧宁工艺 装饰虎 豹 豹 湿 巷 巷 在上面 而且整座通明宫殿 更是布满琉璃精瓦 穷楼玉玉 庄严富丽 而在妙城的前方 还有一座青龙九龙壁气势磅礡 听说在圆山饭店里也有一座铜板浮雕的九龙壁哦 而这九龙从左边算过来的依序是行龙、降龙、升龙、坐龙、阵龙、冲龙、回龙、飞龙以及云龙 而位于第五顺位的阵龙 传说就是代表玉帝九五至尊的崇高地位 松山凤天宫的建筑之美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都包含忠孝节译、神佛故事、享受集气等寓意 在本集的最后也带大家来欣赏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刚刚在鹿庙的牌楼也是气势磅礡 海扁的背面还有书法大师辉豪正宇的天下第一 感觉也和凤天宫的祖师神尊玉皇上帝相作呼应 而如果你也曾经来过松山凤天宫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七掌柜 如果你也有附近的好吃美食想要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喜欢掌柜拜拜go的内容 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收到每一次的商片通知哦 有你的支持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go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一个 selber 拜拜 优优独播剧 voices 我们下一个普通什么按键 所以呢 让我们下一个两个软